一年东爪哇岛的哥达巴都在星期五爆发山洪 造成了至少六人身亡 三人失踪 根据一年国家灾害应变中心表示 星期四的暴雨使阿珠那山的河流泛滥成灾 导致附近的五个小村庄被上涨的河水淹没 画面显示 当地灾后一片狼藉 霓虹涌入村庄破坏了当地建设 积压的泥土与树木 洪水禅海等物导致道路堵塞 使得住院工作受阻 住院人员也表示这两天搜救行动中陆续找到了被洪水冲走的尸体 在印尼 由于季节性降雨导致洪水与土崩事故的发生 当地拥有上万个岛屿 数百万人居住在山区以及洪水泛滥的区域